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我是主持雪凌 又懷疑 講完新番舊番之後,還有一些未講的原番的動畫 未講的那些真是整體上而言的質素是高的 幸而今季未是一套可以留得來言,然後被人狂插 否則都不會拿來做專輯來講 不,我們專輯會專輯拿來插的 這樣也可以嗎? 有,不是你試過 反而那些才是最多人聽 你明白,好看的動畫除了一個讚字之外,是沒有什麼可以說的 不,好像你要讚寬叔那樣,讚到天上有地下無雙 我真心讚他,老實說 就是一個人,我明白的 今天要講的那一套就是Q啦Q 中文譯名就是三服少女,天原特朴八弟 其實是中文來我覺得沒什麼意思 其實英文有什麼意思? 英文應該沒有意思 喂,那教誌是兩片多,Q和Q卡文就是Q啦Q 那我拉字沒意思 拉蘇拉,拉蘇拉,拉蘇拉 那不是陰符 斬斬,Q啦Q,明白嗎? 但是整套東西都沒有殺過人 衣服也是生命來的嘛,對不對? 你成了衣服生命的話,斬衣服就殺了 我是說殺人嘛,衣服不是人來的嘛 Q啦Q 就算死那些也不是衣服也不是人的東西 那些怪獸 整體上其實整套作品我覺得是 概括去講的話就是一套很濃縮的作品 他將一個大概是三季甚至是連回級數的內容 他將它壓成一到兩季回去做 其實他那個主線或者是他那個故事的分排 其實一開始大家不會發現到 說這個生命戰為的一個 後面那個開展是沒有的 所以其實你說對比 有些人一定會用來對比 對比回天元突破 天元突破都是分不同的 但是這裡的分排就不是 比較不像故事推進 這裡純粹是比較像 薩斯基他那個 他自己的目標的推進 他那個計劃的推進 雜數的季度這樣推進 雜數就不完全是 因為你看到他前一季主要的時間 都會是打死天王 即是打死天王 在死天王戰之前 是很典型的 學員戰鬥 可以這樣說 很典型的學員戰鬥類型 雖然我說是濃縮 但是你是見到他鋪得很密 但是未至於說 沒有清楚去交代一些東西 當然其實這個也要見到 本身金石陽之 他的領軍的作品 一向都是這種風格大開大合 我一直都說 所以你不會很care 或者一些很細節的東西 但是你不可以否認 這件事就是他去到第一季的中段 因為其實他一開始的pattern 大家理解的 明白的 在打死天王的總賣戰之前 還是很典型的學員戰 即是他未去三刀制壓旅行之前 其實之前那個位是比較黏的 但是去完打死天王旅行之後的位 可以說是日本看的 突然間就會快了 所以為什麼會造成 樹齡剛才說到 可能是三季的內容 因為他前那個是一季 是正常一季的速度 但是後面那個內容因為濃縮 搞到節奏偏快了 其實他前期都濃縮 其實前期你說 無論是打一些學步那時候 或者是本身 因為其實我這樣看 整套Q啦Q 你應該這樣說 它是每一集的內容 其實等於一般動畫的兩集內容 因為他前半和後半 其實是兩個內容 很多時候都是 你不是用那些什麼Lonlon Bioli 我先給你 當然不是 又未去到那些那麼誇張 如果那些誇張的那些 那些是三集來的 那這套不是連回那麼簡單 是連半回來的 你說瓜川橋一集有十幾集 那些去到八集長劇 那些是真情來的 或者現在應該是外匯家 那些是 西遊記都有五十五集 故事就說 其實開頭是一個叫做 尋空的故事 其實很基本的開展 殺虎仇人 即是很老近 你覺得沒有什麼特別的 其實第一集 正如新方所說 吸引眼球 當然也是很天然突破式的開展 但是有一點遺憾 跟類型那種 因為第一集大家回顧 就是有個人偷那件極制服 跟著穿上去 跟著跟加媽哥兒打 跟著他被人扔打打 那些位置 他那個場景拉的距離 就誇張很多 那你要大問題就是 你要去到第二次 看到這類型的場面 已經不是說去打四天王 亦都不是三刀製壓旅行 是旅行完了之後 Luko出回來 跟薩斯基達 在東京鐵塔那個位 才有同類型的場景 所以你會覺得很遺憾 不是 我覺得不應該這樣說 因為本身 其實你講的那一集 其實是講的一個力量差的問題 才會做出那種效果 而當到其實 劉子他拿到鮮血之後 其實你的力量差 是不會做到那麼大的 其實他是不會 反而他著重的是 我叫做爆破場面 爆破場面 即大招的爆發場面 開始著重在那裡 反而沒有說會是 你打我一拳飛到老遠 我打你一拳又飛到老遠 那種 沒有 他前段也有同 第一次跟劉子和會長 他們打的時候 都有算打 但是他們不會 地下會爛 或者會互相飛開 但不會很誇張 只是幾米幾米 但反而他們還沒有穿神衣 那你又不可以拿那個來給 對 所以 前期沒有那麼多 前期打 一來是CFA 二來 兩多人劉子都高過他們 這樣就沒有那麼厲害 如果你那麼誇張 那後面打BOSS 就很難再突破誇張 前期都好像剛才 I M所說的 其實前期是屬於鋪陳 你可以說第一季去到 體育制 那個叫做 不知什麼 體育制 其實都是屬於鋪陳劇情的橋段 基本上其實 你沒有去到後半節去深究他的劇情 其實我那時候都會這樣看 他是一套很普通的作品 很普通的 因為就算你說 四天王打那個位 你純粹就覺得 沒有什麼 打完運動部 接著他要打四天王 那四天王也有些東西用 那就打一下四天王 那四天王 然後那裡 每集就 除了打之外 就可能回憶 他為什麼會成為體育 一開始出 就只是 猴子打 原頭生打 但後面那幾個 你是不知道 甚至 你說 眼鏡佬 或者蛇崩 那些 你是很少見他 跟那個戰鬥有直接關係 要去到那個位置 還有前半 其實 這樣說他是要鋪一個節奏出來 很多時候就是 尤其是 這個 滿藍色出來 那一下 那個節奏 他是要讓你 看慣了這件事 其實他是要 因為其實 前期他的亂入 你可以說其實是 你不會覺得他突压的 前期的亂入 就是他亂入那個位 其實 因為還有一些 他是有空間可以亂入的 因為他就是學生打學生 是的 還有那些戰鬥沒有那麼緊張 但其實 我認真 這樣去說的話 去到後期其實 滿藍色的亂入 其實是很奇怪的 他是忽死身來的 他就像一個大天王 我覺得這件事 監督是要讓你習慣了這個模式 你覺得這個模式 是這套劇的一個真理 一個絕對的存在 不能夠違抗的 他要出來 他就可以出來 即使他在什麼地方都好 都可以的 所以你看到就是前期 為了搞笑後期 其實是為了什麼 滿藍色是為了解決 深熱 不是 是為了解決一些 你就算用劇情 都很難去fix的一些問題 拖延時間 或者一些內心戲 你可以當是 你要倒入那些 因為老實說 兩個女主角 我們要當她兩個女主角 她兩個女主角都是一些性格比較強硬 亦都不會太多向周圍的人透露的東西 更加差 因為她真的沒有人說 但是 Luko她也會口時同 鮮血說一下 但是 其實量很少 所以你說要做到一些 可能 心靈上面互動的東西 基本上很難 或者刺穿這些東西是很難的 其實滿藍色的位置就是做這些東西 這樣說吧 其實前期之後 我講了這一節 其實最主要是鋪陳那方面 其實很簡單說的一件事 剛才就是本身提到的 柳子和鮮血 他們之間 最主要講的那個 就是人和衣服 那樣東西 還是跨種族那樣東西 其實她根本上是為了鋪這件事 MARCOS 不關我的事 初頭被對於初頭 你不會將衣服當成種族 初頭就不是的 初頭純粹是破廉子的問題 不 你要講那樣東西 因為其實 她這裏是對應後期 其實因為 你 看回的就是 劉子和鮮血 講的一些對白 其實就是 後面鮮血和劉子講的對白 還有其他人和劉子 跟他們講過的對白 只是換了個角色 在第二部的時候 就反過來 跟她去講 逆地而處班 所以前期 她的鮮血和劉子的關係 其實就像是為了後面的�porte 上 不過其實 當日後面我會講 這個 przypadku 處理是oker的 各種外形 另外 另外一個要講的就是滿藍色和劉子之間的類似真理又不是很真理的東西 他真理很奇怪 簡單的要近切奪理 即是有馬式真理 真的不關事 他那種就是其實你想怎樣就怎樣 你說那麼多東西幹什麼 另外其實在這一節當然會講的就是滿藍色一家的生活 正如大家在新回家的時候說 劉子那片好像很人丁單薄 我說不是啊 復開片圖 是右面四天王左面滿藍家 所以絕對應該是同歸 大家很明顯去到後面他也是上了戰艦 醫療兵很重要的啊 醫療兵 補血 他老爸的黑屎醫生技術簡直是去到神乎奇妓的地方 叫阿媽火神了 船艦 很肯定這個是掛伊克傑克來的 算了 隱藏多為高手 最主要是提出劉子一個人和一家人的東西 這個其實某種意義是為後面他和蕭月 不可以說對比 算是的 因為薩斯基他是比較孤獨的 他的孤高不是孤獨 應該說是 他是一人統領 他對付的其實 當時大家的印象 四天王是他的下屬 但很強調他說他們是絕對服從的 但是反過來當時 你可能說 打獨旅行之前 三刀旅行之前 你會看到 劉子他們那邊 因為他之前已經出了一集 就是說 那個勸交部長 打交部的部長 其實他們家裡的環境好很多 他們有一集是說一些家庭事 你會看到一個對比就是 劉子那邊是會有一些家庭元素 或者有親情要素 但是薩斯基那邊是沒有的 那他後面那一陣子才會再說 你身邊都有四個契弟 四個傻佬 是會無條件不講道理的支持你 其實那個位是後來才做的 所以你說早期一陣子 是會有個影襯在這裡做到的 然後其實最主要就是 另外那方面的 還有就是 其實開頭最無聊 叫做拿來搞笑的就是 脫衣服 脫衣服的老師 人家那些什麼 有大義的 不穿衣服 這個叫做不穿衣服 全體是什麼 裸體部 不是他開頭的P 他開頭的P NUDISMOBITCH 是的 他開頭的定義就是 他們是不靠衣服的能力 其實根本是一群是騙大佬來的 簡單而言 就是 這套東西裡面你不得不看 不是 雞關頭不是變大佬來的 你要不得不成一件事 他 如果 如果打聖光來講 就是 我們見女性打聖光 可能打得多 男性打聖光的話 這套不是第一都第二 吧 男性打聖光通常都沒什麼 例如說 南角可能第一集 研究所走出來的時候 一大爆炸之後就會有 但是這一集不是 每一集都有聲光 主要是十字架的 聖光 然後有時候媽媽就會 看著那個位置 他的聖光的程度 是去到 變成三分一個鏡頭 還有就是 他連有時候 某些路兩點 在他路空口兩點的位置 都要打兩顆星星給他的 沒有打星星是打粉紅燈的 對 有些很 很艷麗的光 照著一身上 空間師 他是為了擺姿勢而存在 擺中二的姿勢 這姿勢很難擺的 他那些 咬了腰 有租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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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不合骨架 這個位置他都做到 老師和雞管頭 其實沒有去講很多特別的 前半段沒有說什麼特別的 就知道他是一個組織 前來學校 但詳細是不知道 總之都是反學校 總之就是說 他們這個組織 是由前一生 就是劉子的爸爸創立的 就是為了對抗這個 生命之為 開頭不知道 開頭是對抗本能子的 不是 應該叫社長 加公司 對 好像是 rebooks rebooks 這裏是 那裏講的 其實沒有什麼 跟著要講的 尤其是去到 運動會開始的時候 很核心去講 四天王和 蕭月 剛才 建立關係 當然 他的建立關係 我老實說 這套東西 其實挺廉價的 這套東西 我會這樣想 你不要 我自己這樣說 你不要很認真地想 他那件事 是不是很合理 或者是否真的 令到一個人感動 但不是那個位置有復筆的 那個位置是有復筆的 是 但你不 我覺得 他一些 reason 的東西 我覺得是看這套東西 你太認真了 不需要去想 我也沒有去想 這件事 他不需要你去詳細思考 因為他一直 他現在 提醒給你 這套東西的風格 就不是叫你去想 這件事 他一直跟你說 不要想 還有 總之我講 你不要 好好認真地 用腦筆去想 他的東西 你說出來 你在一瞬間 零點零一秒 最少都有 你會覺得他好像 很有道理 所以 你這樣想 滿蠟筆說話的時候 突然的人 呆了 是很有道理 因為他經過了零點零一秒 就說 好像很有道理 然後突然間 他細心一想 又好像沒有什麼道理 所以個人是會呆了 是很正常的 所以要 Hallelujah 這個應該是講堂針 Only you 你不明白嗎 什麼叫 什麼教父 什麼教主 其實很常常說 那一堆你不明白的東西 就叫教主 你沒有理由挑戰教主 教主用神的地位 不可動搖 對 其實那麼高 也說聖過 所以 這一節 他講的內容裡面 其實 我只可以說 前半其實 對我而言 其實前半是沒有 這麼大的吸引 因為 我自己看的時候 其實我是真的 過了 新班 我看了三四集之後 其實我是停下了 然後 其實我是到 他整個前半篇 一半的時候 我才拿回來看 因為 就算我覺得 我 一續集續集去看 其實我覺得 真的沒有天原 突破 那種 每一集 給你一個 小小的衝擊 那樣東西出來 可能有 但我覺得是不夠 前段是沒有的 這個要成的 因為天原突破的前段 你會看到 各路人們慢慢聚集 可能有四五派 人們聚集到一派 但這個不是 你見到 學校可能已經定了 學校可能有一批人 然後 外面有一班法學職 但法學職出來之後 老頭就沒有一件事 就開始不會再說 然後學校變成 一個普通的校園 打鬥故事 所以你覺得 它的衝擊性和 對話性沒有那麼大 我這樣說 因為本身 如果用天原突破的風格 去跟QQ比較的話 天原突破的風格 其實是有一種 就是 它的風格是同一來 因為 無論是 Alegy 打醒西夢的時候 他講的對白 是跟劇情 跟戰鬥 和西夢的內心 是有關聯的 其實是影響到戰鬥 你會覺得有一點一氣可食 但其實 我不是說 QQ裡面 劉子的心理真實 跟故事是沒有關聯 但是 是叫做什麼呢 是滿纜色這個角色 去 切入去這個位 其實是 是很突然的 很多時候 我為什麼會 開頭這麼強烈 會說的東西就是 我覺得監督 是明白這件事的 所以他是要 不停去 提出這件事 這個 這個 QRQ就是這樣 但是 反過來 我覺得這個 你不能直接 比較 因為 定位不同 因為兩個人 你說Alegy 和西夢 你可以說 戰有關 但滿纜色 不是戰鬥人員 所以你很難去比較 應該這麼說 劇情的狀況 很難發揮 應該這麼說 我會 對的 定位上是不同 因為 如果在天原突破 裡面 Alegy 他是一個 故事 層面上 他是一個 導師的角色 但滿纜色 他不是一個 導師的角色 他是火食提供者 的親屬 劇情的緩和 劇情的緩和 故事上 他在緩和 他緩和什麼 拖時間 講廢話的時候 沒有人攻擊他 沒有人 還有 還有 有時候 對話 好像是 劉子的心理開道 一堆東西 好像是 平背 你實際上知道 我剛才說 0.01秒 你會覺得很有道理 但過了0.01秒 你會覺得 他講的東西 好像沒有講過 那個問題 你不和Alegy 為何 天原突破 人們會有 這麼深的東西 因為Alegy 其實Alegy 講的東西 都是沒有道理的 我這才聲明講的東西 都是 都是說 死衝 氣勢 就是一切來的 因為 Simon本身是一個 懦弱的角色 開頭是一個 Alegy 教了他 一個人 要勇往直前 他應該叫他 你勇往直前 你身邊 會有很多人 都會幫助你 但 在QRQ 定位上 有些不同 就算 一樓子 是一個很強硬的 很剛強的角色 滿藍色 帶給他的 只不過是因為 定位上 他是他第一個的朋友 反過來 他是柔化的 這邊是 柔化的狀態 這個是 你會比較 比較就是 他不會是一個 突然間很強烈 去給到一個 形象 去衝擊 因為他每次 滿藍色 都是講的東西 我是用友 我是用友情來開導你 就是 你為了這段友情 你不應該這樣做 其實實際上 原意是 極多時候都是這樣 當然你說 滿藍色 是 鑑督的 代言人 他無論怎樣 都是無敵的存在 那是有兩個問題 因為本身可能 你都知道 劉芝也好 就是 朱瑞也好 本身的成長也好 他們的本人 可能根本不是人類 他的心理變化比較大 前半隊還未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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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半隊是一個 受活仇人 就是說 你一個受活仇人 你怎麼說 劉芝是他要找受活仇人 他爸爸殺了 他有問題 沒有限制 他沒有這個經驗 可能朋友來說 他可能會覺得好 就做你 但事實上 他說的東西沒有說 叫做那件事 就是說 他不跟天然有問題 西蒙和阿里奇 是共度了很多的難關 在一個共同視點上 他們大部分時間都一同經歷 但是這一段裏面 其實滿藍色他可以做到些什麼 其實是 他是沒有東西可以做到的 其實他是 而他說的話 在一個定位上 他才能夠說 因為他是 劉子 一生裏面 第一個的人類朋友 不算衣服 第一個的人類朋友 很灰 那不是 他寄宿說 可能是認識的 那就算了 用一個簡單的比喻 如果你說 天然突破 阿里奇爾 西蒙 可能就會是 一個媽媽拖著小孩的話 那這邊就更荒謬 這邊就是媽媽拿著膠袋 而變相 因為本身 天然突破 有那種的味道 就是因為 本身 西蒙 是承繼了 阿里奇爾的位置 以及他的 意志 他的哲理 你可以說是 城上啟下 你可以說是 的作用 你看到西蒙 之後他做的事 其實他也是 叫做 模仿阿里奇爾 甚至最後 最後的時候 他是超越了 阿里奇爾 這個是整個 叫做 角色成長的 路程 當然 我這樣說 QRQ 其實沒有所謂的 角色成長的路程 沒有成長 他叫做法 人沒有成長 有心態上的轉變 他的人 在身體能力上 的確是進化了 有心理轉變 你不計劉子 你說 僑越那些 其實 已經尿封了 其他人 反之你說 真正 長大 真正成長的 可以說是僑越 這個角色 做得比劉子更加成功 正常的 你明白嗎 他又不完全是正常人 他又不完全是正常人 那麽多位角色 他又是正常人 不是 那麽多位角色 其實四天王那班 四天王那班 是比較正常的 其實是 但四天王 正常? 四天王不用寫他成長 因為他始終不是主要的角色 不是的 阿犬三是成長的 又 有眼邊沒有眼 有眼邊沒有眼 沒有眼 又開眼 瞞到開眼 他說的成長是在心態上 還有在心態上 個人成熟的成長 你會見到 還有 蕭越 會更加 有那個image 那個原因是 蕭越是由始至終 他都是在貫徹他的目的 但是 你見到的劉子 其實為何我覺得 他的主角魅力會比較弱的原因 他這個單純 不是 他是很被故事牽著走 他殺父仇人 他為了這個目標 然後 他以這個目標 你可以說 他本身的性格始然 去造成的問題 就是 誰說 其實是我殺你父父 然後他就轉移目標 就說 你殺我爸爸 然後這個是好像什麼 癲狗會咬東西 不是 好像 有個骨頭扔他 那個骨頭就是殺父仇人 我扔那個骨頭 扔去誰人的身上 他就會追著那個人去打 這樣就是拋炸彈遊戲 那是一個這樣的遊戲 你見到的 無論是 開頭囂悅說 我知道是誰 我知道是誰 甚至說 他甚至引導到 好像是說 我就是你殺父仇人 現在 到 阿 馮那個叫什麼 針木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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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木鳳出來說 其實是拿著把大剪片刀的 另一個刀 其實是我殺 然後他就馬上轉移了視線 然後 然後 他媽媽出來的時候 又突然之 當然 不關他媽媽的事 突然之間 他又會把目標轉移到他媽媽 其實轉移到他媽媽 這件事很奇怪 因為 薩斯基也有說過一件事 就是說 他打算放下 劉子上台 拿著他作為一個戰 他誘導他打他 所以 其實 故事都很成戰 薩斯基 他是比較避道 他比較像一隻棋 當那隻主角 他真的跟著故事走 他變了第一副官 他比較情緒化 看到當他知道 他跟阿師兄會吵架 會吵他分開 大家 可能過不過幾集 可能阿馬室講幾句廢話 又合在一起 因為他可能會被道化 會不夠他 師名主導 會變成了 我或者這樣說 若然他缺少了一份主角的魅力 那個原因就是 剛才阿鎮和友馬都講到的 首先就是 他完全是被一個故事線牽著走的人 還有他是被整個故事裡面 任何的角色 任何的角色 其實某個角色 任何的角色都是利用著他 無論 最開始 他爸爸 其實他爸爸某程度來說 他是利用著樓子 去達成 就是去制止 打到鬼龍丸 鬼龍丸 鬼龍丸 的目標 然後跟著 老師 也都是 戰力 也都是視他為一個戰力 而蕭玥也是想引導他去打他媽媽 就是叫做真正你說 當然你說 所以滿藍色那個角色 其實是說 因為滿藍色根本沒有可能利用到 是沒有一個 有 圈交部的人 圈交部的人 那 那個 快點去打了 那個是一個 有義的過程 朋友要活生利用 但是在整個橋段的意義上 其實是唯獨 你叫做滿藍色一家 是真的沒有這樣的心機去計算樓子 其實可能有的 不過 可能很黑 我們看不到 那我不知道 這件事 那做或者我黑了 其實可能有的 你也看到 太郎 其實太郎去賣 他經常去拍照 然後賣樓子的照片 應該賣了不少錢 那就是 對 姐姐應該賣不到錢 樓子應該賣到錢 姐姐賣到錢 你明白 我吃廢 所以你會看到 他小主角 其實主角 應該是 有一個目標 即是無論你是殺父仇人也好 用最簡單的比喻 剛才我已經想說了 如果你說天圓突破 那個關係 不完全是 但有一點感覺就是 以權交心 你會有這件事 所以最簡單 以權交心的例子就是 剛剛二十周年的 G Gundam G Gundam G Gundam平日都是做這件事 杜蒙卡迅是 尋殺父仇人 但是你看到他 都算是比較 去總括這件事 因為其實他 散散父仇人 然後 但途徑是拿冠軍 那些東西 所以這件事 他沒有轉 應該這樣說 是本身這個故事裏面的局勢 其他的目標 那個image 那個衝擊力 是被他殺父那件事 但因為其實 這件事很空泛 對大家來說 因為其實 這件事就是一直沒有 尤其是前半段 因為現在這一節 我們最主要集中的前半段 前半段裏面 他老爸 即是說他是一個 很高級的衣服設計師 科學家 沒有說是設計師 衣服設計師 這裏的衣服設計師 就是科學家 好嗎 Fashion Design 藝術的東西 你不明白 OK 我不懂 而這個就是說究竟 而這件神衣 我們在前半裏面 就知道 神衣只有兩件 前半 就是 唯一叫做 好像說到 原本應該是 鬼龍院那間公司 才好像是 有他們這樣的能力 才可以做到一件神衣出來 而 說到就是 前一生 他好像說 他什麼都沒有的情況之下 他就可以完成一件神衣出來 真是 多神啊 就是 所以他才 可能說 不容許有人這樣做 而這樣被殺 就是 很 玻璃虎式的橋段 就是 一個很窮的科學家 突然間 不知道研究到什麼 他不是死了的話 就成為這個 超級英雄的敵人 就是 就是黑 很正常化的人 當然他沒有黑道 當然他沒有 但是 這一節裏面 就是說 柳子 比起殺戶仇人 挑越說 他每次說 他需要做的事 鋪層是足 因為其實 又沒有什麼 老師 反過來 超越做的事 令他有吸引力 就是說 你知道他有事想做 但是 你看到他的部署 但是你不知道 其實他最真正想做 其實是一定有些指向 但是不明顯的 是 你會想知道 正確 所以 另外的 就會是說 本身 老師其實 的崗位 就是 其實同樣 就是 逐步逐步 去 前一生 為什麼要做這件神衣出來 老師也有引誘角色 因為 前段都說過 你想知道這件事 你就過來 或者知道些什麼 但是每次都這樣 但是每次都坑牛子 我發覺他 是啊 其實那個位置 其實不太特別 因為他那個出場 或者那個強調的次數 其實不多 所以 整體而 那個focus 都會去 薩斯杰那個計劃 究竟他想做什麼呢 又叫些人去打他 又說 人是會被權力腐化的 然後叫這個 是圈蛙部 然後又叫打 四天王 搞這麼多東西 然後又去打 這個圈蛙旅行 你會在想 其實他真正想做的是什麼 你有個指向 你會集中指向 你會期待 因為其實 就算四天王的故事 都一直在提出 我們會得到一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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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蕭玥 他從小時候開始 他已經是一個很遠大 很遠大的目標 他需要去達成 他需要集結不同人 他信任的人的力量 這個最簡單 正如我的朋友 有一個金句 人年輕時總會浪溝過 我當時回答了一個 我沒有浪溝過 然後他突然回答了一句 你沒有同真 這個事件很明顯 可以在薩斯基看見 一個小孩子 幼轉已經做了這種事 他真的沒有同真 所以你會看到 對比起兩個 有一個很明顯的 殺父仇人的目標 究竟誰 其實 他說的是什麼 蕭玥究竟他的真正目的是什麼 而另外一方面 劉子那邊 究竟劉子的殺父仇人究竟是誰 但是殺父仇人 你不會很留意 正如剛才所說 因為基本上沒有鋪層 沒有鋪層 一些疑似的角色 現在只是說 因為蕭玥有線索 所以我要打蕭玥 故事整敗 其實為什麼要打蕭玥 其實你這樣抽純 其實 你不需要打他都可以 其實可能是 不是 如果你這樣說 我這樣看 蕭玥應該 但蕭玥其實可以殺了他 但是蕭玥很少要殺了他 但是蕭玥很少要殺了他 那些群群有沒有怎麼落重 打他 蕭玥也會覺得 有些栽培會利用他 但當時故事沒有明顯會說出來 他沒有說 叫做什麼 你那時候的感覺就是 因為蕭玥是一個高高在上的女兒 雖然他整個男人的樣子 這個不重要 很重要的那一刻是一個男人 而叫做什麼呢 在蕭玥那個案子裡 我只是想著 在這個高高在上的皇帝 沒什麼玩具 有些人也不敢反他 突然之間有一個人 肯反抗我 我當然要想著 不是怎樣過日神 他給你那個風範是這樣 我真的想著的東西 你會明白很多 你要去公園的阿爸 才會明白這件事 他有那種態度出來 其實我不在意 你儘管成長 我永遠是壓著你來打的 我永遠有很多本錢在我手上 他有那種這樣的味道在裡面 所以就說 就算 他真的想著想著你 你真的沒有問題 你真的覺得 角色的配合都OK的 其實是 不需要說 先不要理會他之後 有沒有一個這樣的原因 去引導他 或者他究竟怎樣引導他 其實他根本上沒有怎樣引導他 只不過他媽媽出來之後 他自然轉到全體打過去 根本不需要引導 自動轉向 我覺得說 利用那樣東西 其實只不過是叫做什麼 補足說 蕭月 走每一步 我都計過度過 已經是 八期 我不說 說得太多 這句話 我刻意都不說 你只是要說出來 這個爛劑說了十幾年 沒有十幾年 我們節目都沒有十幾年 不是啊 我說這個 這種說法 所以 所以 正常來講的 會看到前半段 為什麼我會覺得是 立 還有就是說 前半段 蕭月 更加像一個主角型的角色 多於柳子 所以 我覺得前半是沒有 反而你說什麼 因為那個預計性比較大 他很理所當然的鋪陳 打普通人 有人偷那件衣服 然後打其中一個四天王 跟著打四天王 衣服的同步率越來越高 可以發揮更加大的力量 還有 寵物小貞靈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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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不會覺得很突出 而且 那個事的效果也 剛才說了 在 暫時這段 前半段 是再沒有出現過前段 一些很誇張的效果 而叫做就是 當然啦 另一方面 其實我不可以完全解釋 因為這套東西其實是很多人看之前 是 抱有了很大的 很高期望 很高的期望 很高的期望 我不會說這套東西 不好 其實它濃縮得其實是不錯的 它濃縮了是什麼呢 其實 它只是打了很多動畫 然後就說 你們發這麼多集去做這麼多東西 幹什麼鬼事 你兩集的內容 我應該是一集就搞定 甚至是四分一集我已經搞定 就好像總集編一樣 總集編他沒有 他兩分鐘左右就搞定了 其他的其實 當然期望這件事 而且就是 本身我會這樣 天原 如果用天原和天原突破 是前半段比後半段好看的 在阿里奇死 應該打完螺旋王之後 的劇情我覺得是沒有 未去到 不算最後那幾集 其實是前半段好看的後半段 我覺得是 那 以這裡就叫做 少少調轉 後半段比前半段好看少少 那後半段的分析 那我們留下一次 再討論